位在三重重新桥下的第一市民活动中心 是当地民众运动或者是参加活动的重要据点 由于外墙已经斑驳老旧 在地方民代和里长争取之下 将重新进行彩绘 希望呈现运动的意向 来到重新桥下的第一市民活动中心 可以发现外墙已经老旧斑驳 由于这里是当地民众重要的活动据点 因此将重新进行外墙的彩绘 过去里长都很用心 把我们重新桥活动中心 把它做了绿美化 现在这个环境也很好 也很多人在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说按照里长的建议 把活动中心的外围 我们再做一个美化 所以说希望用彩绘的方式 让整个活动中心看起来更漂亮 那更有这一个跟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改造 融为一体 由于有许多的里民会到活动中心里面打桌球 而活动中心一旁也有一个亲子版的篮球场 因此为了符合整个运动的氛围 彩绘的主题将走运动风 我想如果这样做起来 整个我们活动中心周遮的环境做起来 配合我们的亲子篮球场 我想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的里民 福祉里的里民 会来我们的小光源逛逛 顺便来欣赏到一个活动中心外围的彩绘 感谢我们坤城议员 就是活动中心的那个彩绘 大概是以那个运动风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配合我们活动中心 它里面的设施因为里面最主要是以那个乒乓球 作为这个运动一个场所 旁边有一个篮球场 也可以希望说那个藉由我们彩绘的一个方式 来带动我们临近运动的一个风气 大家都期盼未来活动中心的外墙 在经过彩绘之后 可以拥有焕然一新的气象 也让桥下整体偏暗的印象 可以透过彩绘的方式改变大众的印象 记者沈仲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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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